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获不担心英国新冠疫情又卷堵重来 也许卷堵重来都不是一个准确的词 因为用中国的视角来看的话 英国抗疫就是翻烧饼翻来覆去 结果英国就成了至少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 也世界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但就这个德行 英国政府不是聚焦解决自己的国内危机 而是转移视线 在国际舞台上跟着美国的调子起舞 在涉及香港 涉及新疆 以及涉及华为公司等问题上紧随美国 甚至一些方面比美国还要激进 它也响应美国的号召 今年七八月时候 汉人把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群 开入中国南海 加剧了地区紧张及时 也让英国陷入了一个 它本来不应该陷入的地区证断 当然最终我想英国是碰了一笔子会 大家记得就是英国军舰 在来南海前曾经闯入克里米亚领海 遭到了俄罗斯军舰的命炮警告 不得不落荒而逃 但它居然还是按原计划 到南海来挑衅中国 这期间呢 伊丽莎白女王号还爆发了新冠疫情 确诊病例超过一百人 但英国还是坚持执行它所谓的全球部署战略 继续驶向南海 那么七月二十二号 英国国防大臣华莱斯还访问了月亮 他公开的表示英国支持2016年 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的结果 表示英国呢将继续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海上力量 恢复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当然中国人讲 才狼来了有猎强 就在英国航空母舰准备进入南海的时候 中国人民解放就给它划下了禁区 我国军队将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军事演习 任何船只能在这个海域的五海里以外进行活动 军事演习是为期三天 这三天正好是英国航母通过南海的事件 那美国一直在怂恿这个英国航空母舰编队 闯入中国十二海里领域 当然后来看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强大的威慑面前 英国航空母舰最终选择了不引起争议的航线 后来这个航母编队的司令 穆尔豪斯准将也承认 在驶向日本的过程中 中国海军舰艇如护卫和影子一样追踪而来 英国政客怎么会傲慢到对中国近代史如此之无知 中国讲的百年屈辱历史 就是从1840年英国通过炮箭外交 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的 然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而终结 其中最具意义的一个事件 或者事件之一 就是1949年4月20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 向仍然在长江游泳的英国军舰指示英号开炮 那么在英国航空母舰前来南海的这个期间 我们在《这就是中国》栏目中 也专门做了一期节目 回望我们当年人民解放军 向英国指示英号军舰开炮这一历史事件 那炮轰指示英号为第二天的这个渡江战役 冥降了礼炮 这龙龙炮身象征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炮奸外交走向终结 象征着帝国主义势力 以及国民党政权的中国的土崩瓦解 也象征着中华民族开始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如果英国今天或者今后 还想来挑战中国的主权 我想他们必将再次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龙龙炮身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 这些年英国显然犯了一些颠覆性的错误 这些错误的背后是英国的制度危机 这种危机至少体验在三个方面 一是难以产生具有战略眼光的领导人 从英国上一代领导人卡梅伦犯下了脱欧公图的错误 那么英国脱欧本身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出了问题连个预案都没有 如何应对的预案都没有 依照现在这个约翰逊首相 他的问题更多 应对疫情毫无章法 现在赶上严重的供应链危机 我们看到是一批严重脱离本国人民的政客 他们奉行一种我称之为游戏民主的逻辑 也就是民主等于竞选 竞选等于同于政治营销 政治营销等于拼资源 拼公关 拼演议表演 这些游戏民主产生的领导人 往往更多是巧色如黄的政客 而不是政治家 第二个问题是制度性的短视 英国等西方政党 大都是公开的部分领导 关系短期的利益和选票政治 而非本国人民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更不为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承担任何终极责任 在这种制度下 我甚至觉得许多政客相信的这种哲学 更像是18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那句名言 叫做after me的deluge 我之后哪怕洪水淘天 他不管的 那么第三呢就是难以改革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有国家都需要推动与时俱进的改革 否则就要落伍 但改革谈何容易啊 改革就要克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 唯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 才能够推动真正的改革 那么部分利益打是很难推动任何真正意义的改革的 这也是英国乃至西方政治制度 今天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总之啊 英国这个政治模式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模式 用当年邓小平的话说 就是不改革 死路一条 好 就和大家聊这些 谢谢大家